三案式体 幽图为光线反射的情形 若将此平面镜顺时钟旋转20度之后 则入射光与反射光夹角变成几度 在这一题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角度是55度 而所谓的入射角是指 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法线是个障碍面垂直的线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入射角是35度 那么如果我们将平面镜 顺时钟转20度之后 这个法线也会顺时钟转了20度 因此现在我们的入射角 就会变成了55度 所以我们现在入射角会变成55度 那么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所以反射角也是55度 那么题目后我们是 入射光跟反射光的夹角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两个角度加起来 也就是55度加55度会变成110度 所以我们第三次题的答案 我们要选择的是珠110度